吕布战死后,他最爱的三件宝贝去哪了?曹操关与赵云各得其一,在三国演义中,吕布的武力值虽然很高,但是他的人品却是极差,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小人,吕布恩将仇报,同时招惹了刘备和曹操,这两人都想让他死,刘备和曹操联合起来,活住了吕布,在吕布死后,他身边的三件宝物都被曹操所得,曹操是怎么处置这三件宝物的? 八历史密文,探古今真相,欢迎订阅历史小巴克,在三国演义前期,吕布的武力值无人能比,就算是刘关章三人一起上,也只是让吕布败走,并不能拿吕布怎么样,吕布首次出场的时候,就已经是丁元的义子了,虽然不知道这两人是怎么成为的父子,但是也不难想象,吕布原本只是冰州的一个小兵,就是因为特别能打,才被丁元看中,成了丁元的近视,为了拉拢吕布,丁元将他收为义子, 但可惜丁元看错了人,吕布可不是一个因为一句称呼就死心塌地的人,他眼里只有自己的利益,不久之后,朝中的合径,赵丁元进驻洛阳,吕布也跟着去了,但是吕布的名声太大,世人都知道,丁元身边的吕布天下无敌, 没人能越过吕布杀丁元,除非是吕布自己,董卓手下的谋士,吕布的老乡李肃带着赤兔马来见吕布,想跟吕布谈个交易,赤兔马是天下一等一的好马,就如同吕布这位猛将一样,俗话说人中吕布,马中赤兔,吕布骑赤兔马更是如虎添翼,李肃跟吕布说了,只要吕布能除掉丁元,带领丁元的军队投靠董卓, 这赤兔马就是吕布的了,吕布听完二话没说,就干掉了丁元,带着兵马投靠了董卓,董卓一高兴,犯了跟丁元一样的错误,也将吕布收尾了一字。 董卓对吕布还是不错的,但是吕布这样的人永远想得到还没有得到的东西,董卓对他再好,吕布也不会满足,在王允的美人计的诱惑下,董卓和吕布之间出现了隔阂,为了一个女人,这两父子差点决裂, 可见他们之间的感情本来也没有多么深厚,此时的李肃也已经成了王允的人,他们俩联合起来煽动吕布,吕布未得到貂蝉,又杀了董卓,董卓死后,他手下的谋士贾许,煽动李雀,郭四攻打长安城,此时的吕布手里没有兵马,不是这两人的对手。 吕布趁着李雀和郭四还没发现自己,赶紧带着貂蝉跑掉了,吕布跑掉之后,集结了愿意追随自己的部队,在陈公等人的谋划下,又夺取了曹操的地盘,蒲养。 此时的曹操正在全力进攻徐州陶迁,曹操的父亲曹松就死在了陶迁手里,曹操有能耐之后,自然要来找陶迁报仇,不然可就被天下英雄耻笑了,但是曹操也没想到,曾经愿意追随自己的陈公,居然带着吕布夺走了蒲羊,差点坏了大事,曹操赶紧调兵反攻吕布,吕布打架是一把好手,但是打仗就比较一般了,他完全不是曹操的对手,只能暂时撤离。 后来吕布听说刘备占领了徐州,便带着兵马到徐州投奔这位汉史宗亲,刘备觉得吕布确实是当时猛将,如果能把吕布留在身边,也是一件好事啊。 不久之后,刘备又跟种中枯骨,袁树闹了矛盾,双方很快便打了起来,结果刘备收留的吕布根本没有派上用场,吕布根本不想跟着刘备出征,虽然吕布对袁树没有兴趣,但是他对刘备的徐州可是很感兴趣的,趁着刘备出征, 无暇顾及徐州,吕布带着兵马强占了刘备的老家,这可把刘备给气坏了,自己好心收留吕布,却没想到这个吕布如此不仁不义,刘备为了能除掉吕布与曹操结了盟,两人开始联手对付吕布。 吕布这个小人的行为连他自己的手下都看不下去了,直接发动叛变,搅了吕布的方天话戟,将他捆起来,送到了曹操面前,曹操跟吕布这种小人没什么好说的,只是聊了几句便要将吕布送上西天,吕布赶紧厚着脸皮找刘备求情,也不知道吕布是哪里来的自信,觉得刘备会出言相救,先不说曹操会不会听刘备的话, 就单凭强占徐州这件事,刘备就不可能放过吕布,说不定刘备比曹操更恨吕布,吕布死后,他身边的三件宝贝,赤兔,化戟,貂蝉,都被曹操收入囊中。 曹操是怎么分配这三件宝物的,好马配英雄,首先是吕布用异服钉元换来的宝马赤兔,曹操本想将赤兔赏赐给自己手下的战将,但是赤兔马也是有脾气的,只有真正的强者才能骑上他,很显然,曹操手下并没有这样的人, 不过赤兔马也并非不愿意再寻民主,只不过曹操这里没有真英雄,后来曹操跟刘备闹掰了,刘备的二弟关羽被迫降于曹操,但是关羽跟曹操约好,只要一有刘备的消息,关羽立刻就走,当初十八路诸侯会盟的时候,关羽温九斩滑雄,给曹操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,他一直想让关羽加入自己麾下,但是关羽却一心只惦记着刘备,后来有人给曹操献计,赤兔马还闲着呢, 为何不让关将军试着降服赤兔马,如果关将军能成功,就顺势将马送给他了,也算是一个大人情啊,曹操觉得这主意不错,便带着关羽来试马,赤兔马一眼,就相中了这个跟自己同肤色的男人,乖乖当了关羽的坐骑, 曹操本以为自己送给关羽这么好的礼物,关羽会说几句表忠心的话,结果关羽第一句话就让曹操欲哭无泪,关羽对曹操说,这真是匹一日千里的好马,这样我就能快些见到兄长了, 关羽说完这话后,曹操顿时有些后悔,但是这马已经送出去了,再要回来可太丢脸了, 不过曹操这马也没有白送,如果不是曹操送了这么大的人情给关羽,恐怕关羽就找不到理由放过华荣道的曹操了, 人们常说,马的性格随主人,这话还真没错,当初在吕布那边时,赤兔马就不怎么忠心, 吕布死了之后也没什么表示,见了真英雄关羽就跟着走了,曹操看着吕布的尸体,满意的笑了笑, 他终于除掉了这个威胁自己统一天下的敌人,然而,他的目光却落在了吕布身旁的那匹高头大马上, 赤兔马,赤兔马是吕布的得力战马,他的速度和力量无人可敌, 曹操深知赤兔马的价值,他不愿放过这匹宝马,于是,他下令将赤兔马带回自己的家中,归为己有, 而与此同时,关羽作为刘备的忠诚一兄弟,被曹操看中了,为了收买关羽, 曹操赏赐了他许多财宝和美女,但对于关羽来说,这些都无法引起他的兴趣, 唯有一样东西,他心动了,那就是赤兔马,关羽深知赤兔马的威力,他曾亲眼目睹吕布在战场上驰骋, 凭借赤兔马所带来的速度和力量,所向披靡,他渴望拥有这匹战马, 使他在战场上更加无敌,当关羽离开曹操的营地时,他带走了赤兔马, 曹操原本并不愿意放走赤兔马,但对于关羽来说,这是一笔再诱人不过的交易, 而另一边,方华天前,那把只有吕布能够驾驭的神兵方天化己, 它象征着无敌的力量和勇气是吕布的标志性武器, 然而,吕布已经离世,方华天前的去向成为一个谜团, 但是跟了关羽之后,关羽在麦城战死,赤兔马根本不愿再追随别人, 誓死不吃东吴鼠辈的饭,饿了七天,把自己活活饿死了, 赤兔马辉煌的一生就此落幕,跟着自己的主人去了另一个世界。 除了赤兔马之外,其他的宝物又在哪里呢? 画集与貂蝉,曹操目光闪烁着犹豫和不舍,他心知肚明, 方华天前是一把无比神奇的兵器,但自己却无法完全驾驭他的力量。 面对这个难题,曹操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, 他下令将方华天前埋在了某个秘密的地点, 誓言直到自己死去也不会透露他的下落。 然而,方华天前的下落成为了一个谜团, 众人都不知道他的具体位置。 传言众有人说,方华天前随着吕布一同入土,成为了他的陪葬品, 这个说法传得沸沸扬扬,引起了许多人的好奇和追寻。 方天画集这件兵器其实算不上什么宝物, 只是因为他是吕布的兵人才会被武将们追捧, 而且会用这把武器的人根本没有几个。 用得好的更是风毛麟角, 像吕布这样用起来得心应手的更是一个都没有。 而在这个时候,赵云作为刘备的得力武将, 他也对方华天前充满了向往。 他深知方华天前的价值和威力, 渴望能够将其握在手中, 为国家立下赫赫战功, 命运似乎眷顾着赵云。 当他在吕布的留下物品中发现方华天前时, 他的心中充满了欣喜和敬畏, 他知道这是上天的眷顾, 他有幸成为了方华天前的继承者。 然而,赵云也清楚自己面临的挑战, 方华天前是吕布留给世人的传世之宝。 他所承载的荣光和责任, 让赵云感到沉甸甸的压力, 赵云决心要将方华天前的威力发挥到极致。 他投身于战场, 以无比的勇气和智慧成为了刘备军中的燎原之火, 为蜀国的崛起立下了赫赫战功。 吕布的那把方天化戟被曹操赐给了夏侯敦, 但是夏侯敦用不来, 就将他赏赐给了自己手下一个叫忠身的武将, 终身也是用方天化戟, 终身最后一次出场是在长板坡之战, 他想从背后偷袭赵云, 但是被赵云察觉到了此时的赵云手握钢抢来的青钢剑。 削铁如泥, 反手一剑就将终身斩首了, 终身手里的方天化戟就落到了赵云手里, 但是赵云从来没拿出来用过, 大概是放在那里吃灰了吧, 还剩下一个宝物就是貂蝉, 貂蝉最初是王允的养女, 王允是当朝宦官, 他的美貌让王允自豪, 但也引起了董卓的觊觎, 在董卓杀死王允后, 貂蝉不得不随从董卓, 成为他的宠妾, 然而貂蝉的美丽并没有为他带来幸福, 董卓是个荒淫无道的人, 对他的虐待使他痛不欲生, 幸运的是吕布出现了, 吕布是个英勇善战的武将, 他心疼貂蝉, 决定将他救出董卓的魔掌, 貂蝉被吕布的勇猛所打动, 也对他产生了深深的感情, 他决定跟随吕布成为他的妻子, 吕布爱他如命, 他把貂蝉当作珍宝般呵护, 但吕布的过于傲慢和冲动, 引来了曹操的嫉妒和仇恨, 曹操是个雄徒天下的野心家, 他寄予吕布的武力和威名, 为了削弱吕布的力量, 曹操设计了一场阴谋, 最终将吕布杀害, 貂蝉无法承受吕布的离去, 他以泪洗面, 但却没有选择与吕布一同殉情, 曹操得手后, 他欣赏貂蝉的美丽, 并迫使他成为自己的小妾, 貂蝉陷入了曹操权谋的漩涡之中, 他的自由被束缚, 内心充满了无尽的痛苦和挣扎, 在曹操的釜底中, 貂蝉虽然被宠爱和保护, 但他的心却一直留在了吕布身上, 他每每回想起与吕布的甜蜜时光, 心中充满了对往昔的思念和对曹操的厌恶, 貂蝉成为了一座美丽的囚牢, 他的身体属于曹操, 但他的心却永远属于吕布, 他深知自己的命运已被牢牢的拴住, 无法逃脱, 然而, 他仍然保持着内心的坚韧和尊严, 尽管身处淋雨, 他依然是那个风华绝代的貂蝉, 等一切事情都处理完之后, 貂蝉跟着吕布的家人一起去了许昌, 然后就没有消息了。